文化 不要紧张 我会一直在这陪着你 喂 我不是说了 让你提前给我消息的吗 没办法 品牌商那边出了一点问题 刘萌老师一直没有做出决定 但是线下红毯都快要开始了呀 他还没有做出决定吗 决定了 他要穿普利摩达的鞋子 刘萌老师 好的好的好的 我现在已经在这儿马上进去 我就说过吧 肯定没问题的 老公 你剪衣服就是我的福星 那儿 进去了 去吧 去 恭喜你啊 姐姐 就在前两天 温柔私下约向了苏子光 那又怎么样 温柔对苏子光没有别的意思 是 他们见面确实不是私事 是公事 是 温柔约向了苏子光 苏子光高考又是这次活动的赞助商 你不觉得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就算是这次活动的 你看看这个视频吧 是不可能造假的 温柔之前比赛能够得到冠军 就是因为苏子光 就是因为苏子光层就失散助商 这次只不过是故技重施罢了 我想现在你应该已经发现了 温柔她根本就不像表面上看起来 那么单纯善良 也许她是真的爱你 也是在真的利用你 这是我跟温柔之间的事情 我不会替你的一面致辞 欢迎大家来到 发尚节目 现在有请我们的国际超模 刘梦登场 不见面致辞 谢谢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看不出来吗 所以说刘梦突然换血是你的意思 你还好意思问出口 这是第几次了 我说过了 你不能说给温柔 因为你是万里的继承人 你竟应该比他好 所以在你眼里 我只是万里的继承人对吗 我输了我认了 但是我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赢 我说没有什么 我身边你们看我